抓著椅背把手 彼此靠得近 一路站到目的地 疫情穩定 睽違193天 再出現單日三項加零 交通部也點頭 高鐵自由座11月8號起 全部恢復 比較方便 我覺得應該要適度的開放一下 蠻安全的 開放也不會怕 對 遲早要面對的 勇敢一點 連架或是什麼就會比較 確實會比較多人 我覺得好像變成有一點 就是會有點人群恐慌 太近或者是太急 就是還是會有點擔心 這次是真的 連站票都有 不會被趕下車 11月8號起 高鐵調回疫情前模式 每週超過上千個班次 10到12節為自由座車廂 看擁擠情況 再滾動調整 通勤的建通時段 會增加4到8節的自由座 也就是說如果10到12太擁擠的時候 增加其他的這個車廂當自由座 把自由座的這個擁擠把它分散 轉運站後車區 肚子餓了也可以脫口罩吃東西 連最危險的機場港口也鬆綁 10月19號起開放飲食 唯獨國際線入境區相對複雜 旅客得走指定動線 持續配合分流管制 如果說疫情降下來 那有隔離開來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管制措施慢慢開 10月19號起戶外運動 團體拍照也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指揮官陳其中松口透露 離降一級又更進一步 三連新聞十明企林家榮 曾家宣 綜合報導 不少 鬥